哇,是最棒的 妖娇有一件漂亮的小西服 每次穿上它的时候 总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上次穿上小西服 叔叔和婶婶结婚了 上上次穿的时候 爷爷去了天堂 上上上次穿的时候 有很多人来家里为妈妈庆祝生日 今天妈妈又给娇娇穿上了小西服 可娇娇一点也不高兴 因为今天是幼儿园的表演日 每个小朋友都要表演节目 其实娇娇很早就开始准备节目了 可是不管是唱歌 跳舞还是朗诵 娇娇都觉得自己不太擅长 一天 娇娇在箱子里东翻翻西翻翻 找到一个红色的小喇叭 她吹了吹 喇叭发出嘀嘀的声音 娇娇高兴的说 哇 这个还不错哦 声音又大又生气 娇娇可喜欢她的小喇叭了 不管是走路 逛街 玩耍 睡觉 她都带着小喇叭 嘟嘟嘟嘟 小喇叭来了 可是直到昨天 娇娇都还吹不好她的小喇叭 就连路过的小鸟都嘲笑她说 天呐 你吹得真难听 娇娇心里想 怎么办 明天就要表演了 到了第二天 娇娇一点都不想去学校 她拉着妈妈的手想回家 妈妈鼓励娇娇说 宝贝 勇敢一点 爸爸妈妈会为你加油的 娇娇来到舞台后面 小朋友们都认真练习 他们看起来都准备得不错 娇娇心里越来越着急 天呐 如果我表演得不好 大家一定会笑我的 爸爸妈妈也一定会很失望 我真的不想表演了 要是小喇叭坏掉就好了 演出开始咯 第一个表演的是小兔子 大家好 我是小兔子 今天我为大家表演唱歌 叮叮当 叮叮当 嗯 对不起 我忘词了 虽然 每一首歌都没唱完 可兔妈妈冲上舞台 抱着小兔高兴的说 宝贝 你太棒了 接着猪妹妹上场了 她要表演天鹅舞 这次 胖乎乎的天鹅 刚跳到舞台中央 就摔了一跤 娇娇正在偷笑 却看见猪爸爸 刚刚举起猪妹妹说 亲爱的 你比真正的天鹅还要可爱 接着小熊出来表演魔术 虽然魔术表演又傻又简单 可她的爸爸看起来开心极了 娇娇看着舞台下 爸爸妈妈期待的样子 心里想 爸爸妈妈一定很想看到我的表演 可是 哪怕被我弄坏了 再也吹不响了 怎么办呢 这时 轮到娇娇表演了 娇娇勇敢的走到舞台中央 大声的说 大家好 我是娇娇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小喇叭杂技 娇娇拿起她的小喇叭 像平常一样 用手 用头 把小喇叭顶了起来 还摇摇晃晃的站在喇叭上面 她看起来 就像一个真正的杂技演员 快看 是娇娇 娇娇 加油 表演结束了 爸爸妈妈兴奋的冲上舞台 抱住娇娇说 宝贝 你太棒了 其实 只要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就算表演不那么完美 爸爸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 嗨 我是小鸡娇娇 我很想念你们哦 经过幼儿园的表演日之后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勇敢了 爸爸妈妈告诉我 不要害怕失败 只要勇敢的去尝试 就会有收获的 我也这么觉得呢 小朋友 你也要勇敢一点哦 这样才能变得越来越棒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来越来越好 我现在变得越来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